在家熬着的老人 在和王洪聊过之后 我回到了最初王玉兰所在的那个村庄 新年的第一天 太阳终于扫去了头一天阴沉沉的雾气 一位村民说 午夜时分 在庆祝元旦的烟花绽放过之后 村子里就有三位老人年龄达到90岁 村子中部 王惠莲今年刚满酒时 是三位高龄老人中最先出现症状的一个 他住在一间老旧的木头房子里 身前紧挨着一张桌子 上面放着必要的纸巾 水杯和琵琶膏 以方便自己吃药和可谈 最近他整日闭着眼睛 没神采地坐着 面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嘴唇也有些发紫 王惠莲回忆 病症发作是在12月下旬的一天 他去县城取了荡月的养老金 回家之后 就感到喉咙里像沾了一块东西 忍不住开始咳嗽 来探望他的女儿也咳嗽 他有些担忧地对母亲说 可能是感染 到了夜里 咳嗽变得剧烈 王惠莲把当天吃下肚的都咳吐了出来 身上一边发烧 一边又冻得发抖 闹得一夜没睡觉 第二天早上 烧还是没退 他感到脑袋又昏又疼 撑着床想爬起来 又跌倒下去 家里没有体温计 女儿不知道母亲烧到多少度 不敢胃不落分 又听传言说 新冠不同于感冒 不管多少度 都得让身体烧 于是 王惠莲没有吃退烧药 后来烧到舌头 嘴唇都开裂了 浑身不剩一点劲 脸头也抬不起来 喝水就靠一根吸管 这次生病之前 王惠莲一共住过五次院 他有一身基础病 高血压 胆囊炎 心脏也不太好 住院最严重的一次 是因为摔了手 这一次生病 王惠莲说什么都不肯再住院 惦记他的老房子 还惦记着两只鸡霉人味 这几年 他胆囊炎发作 身上也是又冷又烧 疼到站不住脚 但都在家里硬熬过来了 县城一所二甲医院里 一名医生最担心这类在家熬的老人 因为没有年轻孩子陪护在身边 许多老人没有就医的一时 硬生生地在家里熬到重症 这名医生说 最近医院就收治了一个重症老人 才七十来岁 到医院时 肺部已经全白了 内脏多个器官也接近衰竭 最后 老人没用呼吸机 也没有进行抢救 家属就放弃治疗了 与城市不同 乡村老人生病都靠熬 很多老人没熬过 因癌症 心脏病 脑梗 死在新冠流行的这个冬天之前 王慧莲活到了九十岁 因而成了村子里第二老的老人 尽管一头短发也白了 又染了一身老年病 王慧莲还保留着一股粗利的生命力 他曾经做过接生婆 村子里很多七十多岁的老人 都经他的手来到人世 王慧莲一共生了八个孩子 没找过生婆 都是自己在房间里 拿一把剪刀断旗 再爬起来喝一碗红糖水 睡上一觉 生产就算这么过去了 后来 他在老房子里操办了丈夫的一场葬礼 又办了子女的七场婚礼 剩下一个人之后 陪伴他的是一台电视机 夜里一个人看新闻 天气预报和戏曲 近几年 电视机老化了 换成一台收音机 打开之后 要把声音调到最大 他才可以听到 里头有人在唱戏 这一次感染新冠之后 收音机安静下来 王慧莲在房间里 没日没夜地睡了两天 后来睡到几倍发痛 就叫女儿一定要把他掺起来 去堂前的椅子上 半躺半坐着 发病第三天 热度终于退下来 可咳嗽没有停 一到下半夜 王慧莲咳得越来越凶 气息也越来越急促 到后面 一口气被堵在胸口 没办法呼出来 他拼尽全力 想让气从嘴里顺出 于是不受控制地 哼哈哼哈身影起来 为了缓解母亲的咳嗽 儿子从村医那儿 买来一盒消炎药 花了60块 吃下去却不顶用 再后来 女儿又买了一盒琵琶糕 倒是有点效果 每次一咳嗽 王慧莲就拿勺子咬一点 咽在喉咙里 胸口立马变得松快 咳嗽也随之减缓下来 作为村庄里老一辈的人 王慧莲还不懂什么 叫奥密克戎 说起来 沾了一股生寒气 意思是患了重感冒 发作七八天以来 除了喝一点面汤 他什么都吃不下 闻到肉味更是要呕吐 在村庄里 老人吃不下饭 是一个不好的讯号 孤岛养老院 在奥密克戎肆虐的这个冬天 除了乡村 养老院是一个老人 更为集中的高危地区 距离王慧莲所在村庄20公里之外 在一片茶园地之间 坐落着一家小型养老院 里面一共住了25位老人 平均年纪超过80岁 院长陈宏向我介绍 老人们都患有严重的基础病 有的全身瘫痪 只能躺在护理床上 有的半边瘫痪 摔了一跤之后 卧床长满褥窗 有的不仅患了糖尿病 而且双目失明 大小便经常拉在身上 陈宏是一个年近40的女人 2020年在老家开办了这所养老院 疫情以来 养老院一直受到民政部门的严格监管 坚持的原则是 非必要不接触 每一次遇到家属来探望 陈宏会严格查看核酸证明 健康码 形成码 至今没有出过一次意外 把养老院平稳地运行了下来 听到管控政策放开之后 陈宏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养老院里只有一台呼吸机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医护资源 如果出现一例 我这里就完全贪了 他紧张地说 没有丝毫犹豫 陈宏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 把养老院所避起来 他反复强调 目前的情况下 除了流动的物资 一只狗都休想 从养老院门口闯入进来 奥密克戎扫过县城 养老院成了最后一座孤岛 每天 陈宏给老人测三次体温 喝生姜葱断水 核酸依旧是天天做 陈宏从镇上的卫生院 领取了大量试剂 采样完成后 再送回卫生院检测 物资流动 则依托于院外的三名工作人员 他们会把样本 从养老院门口取走 也会统一购买蔬菜 药物 生活用品 再送回同样的位置 每一次交接 陈宏都要等人完全离开之后 再经过三道消毒 才敢把东西分配下去使用 除了物资之外 陈宏最担心的还是护工问题 五位阿姨也是接近60的老人 没有人手替换 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 陈宏尽量做了一些合理调配 比如 所有老人洗脸 泡脚 被安排在统一的时间 老人比以往睡得更早 起得更晚 总有老人睡眠不好 不到五点就醒来 陈宏会轻声安慰 天气这么冷 在床上多睡一会儿 早饭也推迟了一个小时 遇到天气好的日子 老人吃过之后 分散在院子里晒太阳 护工只需陪着他们聊聊天 以此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 三年疫情以来 养老院的封闭 使许多老人和亲属的距离 被拉远了 陈宏最为感触的是一位脑梗老人 全身瘫痪在床 女儿在深圳工作 只好把她送进养老院 去年冬天 女儿在深圳怀孕 担心疫情回家不方便 就在外地过了一个年 到了今年冬天 宝宝已经生了下来 如今两个月大 女儿高兴地跟爸爸说 是个小外孙 过年一定带回来给她看 但没想到 养老院在年前完全封闭了起来 见面又要再错过一年 今年累月见不到家人 老人们都把陈宏 当成最信任的人 他们接收不到外界的讯息 不知道这一次新冠感染 变成了什么样 最初 陈宏向他们解释 这个病就是感冒 叮嘱他们要添衣服 千万不能受凉 其中一位老人听完之后 疑惑地问道 既然是小感冒 怎么一个月来 没有一个家属来探望 后来 陈宏干脆把奥密克戎 形容得更为严重 他还宽慰老人 院内人出不去 院外人也进不来 里面就是最安全的 封闭之下 老人们最在乎的 无疑是春节 每一年的这个时节 大部分老人会被亲属接回家 护工也会正常放假 养老院里 一般会留下 九位回不去的老人 自从住进了这一座 白墙黑瓦的大房子 九位老人不曾再离开 养老院成了 他们名副其实的家 这一次 所有子女打电话来说 外面不安全 春节就留在养老院 没有一个家属来接 老人之间反而维持着一种平静 一位老人洒脱地说 大家都不用回家 一起这里过年也蛮好 白天 他们都在院子里 围炉一座 有的打牌 有的谈天 暂时没有受到奥密克戎的搅扰 但养老院的封闭和护工长期工作 还能坚持多久 这是陈红最近一直顾虑的问题 去年12月28日 冬日的一个雨天 县委副书记走访了这家养老院 传达的指令也是 严防死守 陈红明白 养老院里的老人迟早可能感染 而他需要做的 就是尽量把时间推完 避开第一波高峰 无论如何要让老人 先熬过这一个严冬 等待春天 但总有老人熬不过冬天 春天还没有到 村庄里送葬的鞭炮声 已经先响了起来 送走的是王惠莲村子里 年龄排在第三的老人 家就住在他的隔壁 老人名叫王金亮 在村庄感染的风潮里 王金亮的侄子先养了 后来执习父也有了症状 他们都担心传染给老人 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没办法完全隔开 执习父只能尽量避免 每天戴着口罩做饭 自己不再去客厅 让小儿子三餐捧着一碗饭 多加一点菜拿给王金亮 除了心脏不太好 王金亮没有其他基础病 一家人都认为 相比于王惠莲 他肯定能过完这个冬天 但没料到 反而是他走得最为突然 侄子还提到 离世的头一天夜里 他帮王金亮全身擦洗了一遍 之后 老人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电视 到了十点才进房睡觉 第二天早上 侄子快七点钟起来 进王金亮房间一看 老人已经断气了 王金亮一身干干净净的 所以也不用特别的收拾 直接穿着身上的衣服 被下午裁到的殡仪馆车辆接走了 王金亮去世的这一天早晨 王惠莲的情况稍微好转了一些 他已经有了吃东西的欲望 一口气吃了小半碗蒸菜 抵得上吃了鲜丹下肚啊 他激动地说 自己喉咙已经好受了很多 人也来精神了 一直到下午 送葬的喇叭吹起来 王惠莲才知道 隔壁老人去世了 村民们陆续来吊咽 其面上 他们探讨起老人的死因 侄子开口说 应该不是感染 一点都不可 一位同样上了年纪的老头 当即表示不同意 如果不是这个病 这次肯定会没事 一位年轻一点的说 到冬天来 老人血管也缩起来 死亡就是多一点 另一位接着说 就跟养牛一样的 冬天冷了 老牛都要死很多 谈话一直持续到席面结束 但没有核酸 也没有CT检查 村民们最终 也难以给老人的死亡下定论 随着这名老人的逝去 县城却渐渐地在这一波 奥密克戎的感染后恢复 麻将馆重新开张了 只是客人还没有很多 菜市场的摊面也恢复了 陆续有人出门来买菜 临近春节 也有人去逛商业步行街 开始准备新年的衣物 像经历了一场急症 出狱的县城 仍然有很多人感到心有余悸 有人开始讨论 什么时候会发生二次感染 有人对信息有了更强的敏锐度 听说一种XBB的新毒株 又立马打电话给药房 问是否能买到蒙托石散 还有人在家里躲过了第一波 至今没有感染 但心里战战兢兢 因为没有核酸 村民们难以计算 村子里多少人躲过了这一波感染 唯一确定的是 山包脚下 距离最初那所临终隔离小屋的不远处 奥密克戎暂时放过了一所更为破败的老屋 老屋里住着全村最老的老人 是一位独居的老太 如今已经95岁 丈夫去世多年后 他也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 老到无法再出门 曾经做过厨师的儿子住在他隔壁 每天送去一日三餐 新年第一天 老太的儿子正在修缮一小扇篱笆门 算起来 他已经大半个月没有出门 每天顶多收拾一下屋门口的菜园地 因而还没有感染 但这样的自我封闭同样无法持续 再过一段时间 就要到除夕 儿子说 自己始终要出门买年货 走亲戚 不知道哪一天会把病毒带回来 再传到老母亲那儿去 村庄里 在经历了一位老人离世之后 村民们同样为老太感到担心 他们曾在吊艳的席面上讨论 不知道奥密克戎什么时候会造访 那一间墙面脱落的老屋 悄无声息地钻进老太的身体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